古代的皇帝喜欢上一个女人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为所欲为 估计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问题 马上就会说 那还用说 这皇帝吗 全天下都是他的 全天下的女人也都是他的 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也并非完全这样 咱们今天就通过几个历史故事来说说 古代皇帝喜欢上一个女人 当然可以直接推倒 但是推倒之后的事就比较麻烦了 首先是名分问题 皇帝当然可以处处留情 但是有一点 万一要是让对方怀上身孕 怀上龙肿就麻烦了 比如蜀汉后主刘善 就是刘备的儿子刘善阿斗 刘善有一个嫔妃王贵人 本来是静哀皇后的侍女 这个静哀皇后 值得说一下 是张飞的女儿 而且还是张飞的长女 估计大家一听 张飞的女儿 那不一定得长成什么样 张飞能五大三粗 黑如探头 那他女儿能好到哪去 三国演义里面 都赚出来的版本 实际上历史上 真正的张飞的长相 是一个白面书生 人家长得好的 可不是五大三粗的莽夫形象 所以人家女儿估计也挺漂亮 张飞的女儿 后来就嫁给了刘善 成了静哀皇后 而他身边有一个侍女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王贵人 有幸得到了刘善的宠幸 就看中了这个侍女了 然后就宠幸了她 皇帝叫宠幸 后来这个侍女 还给刘善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刘瑞 这还是刘善的长子 因为刘善呢 先后两任皇后 都没有生下嫡子 都没有皇后 都没有生下儿子 所以啊 这个树出的里面 刘瑞是长子 就被立为太子了 王贵人得以从区区侍女 翻身成为嫔妃 你看一夜之间 麻血便凤凰了 咸鱼翻身 但是换句话说回来 如果是皇后生下儿子 那叫嫡子啊 那这个丫鬟出身的王贵人 这日子估计就不会好过了 不仅贵人的名分得不到 甚至性命都不一定好说 这可不是没例子 比如明朝的时候啊 明献宗 明献宗就很喜欢到处宠幸宫女 可是他们一旦怀孕 就会被明献宗身边 最宠爱的那个万贵妃 最爱吃醋的万贵妃 给处死 但是白秘一说 有一个宫女 姓季 季宗 被明献宗 宠幸之后 就生下了后来的名孝宗 但是后来 虽然季宗女的儿子 继承了大宝 当上了皇帝 但他也无福消受 早早的 也被万贵妃害死了 再说刘善两句 据史书记载啊 刘善除了喜欢推倒皇后身边的侍女 而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和大臣的妻子打成一片 当时蜀汉大臣的妻子 每年过年的时候 新春之际都会进宫 向太后庆贺 有时还会在宫里住上两天 话说公元234年 蜀汉大臣刘炎的妻子胡适 在宫里足足待了一个月 才回家 这刘炎就怀疑 老婆怎么回事 是不是和这个刘善和皇帝有染 据史书记载 于是家暴之 把这个老婆给痛打了一顿 话说胡适被打得鼻青脸肿 于是一怒之下 就到相关部门投诉 于是这件事就被传得满城风雨 刘善不管怎么说 皇帝说是要脸面的人 不管这事做也好没做也好 那都不能承认 最终那个打老婆的刘炎 以家暴罪被处死 弃尸接头 但是从此之后 大臣妻子入宫庆贺的制度 也被废止了 以后再过年的时候 大臣的老婆就不用再进宫了 因为在古代皇帝是天子 所以说对于他看得上的女人 那几乎是都能够想推倒就推倒 不过有时候也得掌握点火候 是吧 推倒是可以 但是推倒以后呢 皇帝办完事 拍拍屁股走人了 但是被推倒被推倒的 却未必是好事 从历史上的真实案例来看 被推倒的女子 那是起家欢喜起家愁啊 正常来说 皇帝临性的女人 都是有名分的 比如这个皇后 贵妃这个贫 那个妃 这个贵人 那个答应 那个常在什么的 这个全都是经过合法程序的 选秀入宫的 甚至还明媒正娶 比如皇后 那就是明媒正娶的 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是取得合法名分之后 才有被皇帝推倒的资格 至于感情有没有 那就难说了 是吧 反正最起码在入宫之前 是没见过皇帝 当然了 皇帝是天子 土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途之兵 莫非王臣 在那个专制独裁的年代 全天下的女人 只要被皇帝看上 那通通呢 就能直接推倒 咱们举几个唐朝的例子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就直接推倒了 弟媳妇齐王妃 李世民发动了 玄武门之变以后 先是干掉了哥哥李建成 弟弟李元吉 然后顺势斩草出根 灭了自己十个亲侄子 但是 但是对于弟弟李元吉的王妃 齐王妃杨氏 却垂涎王妃的美色 直接给纳入后宫 而且后来还让杨氏 给自己生了儿子 就是曹王李明 甚至有一度 还想册封杨氏为皇后 但是李世民最终 还是没能给杨氏正式名分 皇宫里面的人呢 都称呼杨氏叫朝腊王妃 为什么这么叫呢 因为李元吉的封号 是朝腊王 所以大家都叫杨氏朝腊王妃 这对杨氏要说呢 是不公平的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再说一个 唐高宗李志 推倒大姨子母女俩 唐高宗李志宠爱武则天 而武则天有一个亲姐姐 叫武顺 被封为韩国夫人 这个韩国夫人是天生励志 不在武则天之下 而且性格温柔 比武则天更吸引人 韩国夫人早早的就守寡了 她时常出入后宫 找妹妹武则天聊天 但是就在武则天怀孕期间 这个李志寂寞难耐 竟然推倒了自己的这个大姨子 更夸张的是 李志爱乌吉乌 竟然对韩国夫人的女儿 也推倒了 而母老虎武则天 对此也无可奈何 毕竟李志是皇帝 谁也无力阻拦 不过后来 姐姐和外甥女的受宠 还是引起了武则天的嫉妒 后来韩国夫人和女儿 双双病死 十有八九 有人说 那是武则天干的 再说一点 还有皇帝推倒宫女的例子 也很常见 比如汉高祖刘邦 话说有一天 在宫里偶遇一个宫女 一时头脑发热 就直接推倒 临行的那个宫女 后来那个宫女怀孕了 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成了后来的汉文帝 这个宫女 后来就成了太后 还有汉武帝 汉武帝在姐姐家里 见到一个武女 魏子夫 太漂亮了 敬为天人 据说是当场就 直接给带到更衣室 推倒了 后来魏子夫就成了皇后了 再后来到了明朝 明朝朱建申 明献宗朱建申 也遇到了一个宫女 看着眼热 也直接推倒了 春风一度 结果那小宫女也怀孕了 就生下了后来的明孝宗 明朝这种事还有不少 比如后来的明牧宗 龙庆皇帝 龙庆皇帝在没当皇帝之前 当太子的时候 当豫王的时候 就也宠信过一个宫女 一个姓李的宫女 这小李姑娘不错 后来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所以龙庆皇帝继位之后 李宫女就摇身一变 就被册封为贵妃 后来李贵妃的儿子 当了皇帝 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 长大以后也干过一回这事 但是他没他老爹 那么光明磊落 他不承认 万历皇帝 有一次给李太后请安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太后身边 有一个姓王的宫女 心痛了 于是就宠幸了那个王宫女 没想到王宫女后来怀孕了 李太后这过来人呢 看到身边的这个王宫女 肚子越来越大 知道怎么回事 于是叫来一问 呵 是自己儿子干的 高兴啊 还没孙子呢 可算有孙子了 于是就把万历皇帝叫过来 可是万历皇帝不知道是因为脸皮薄还是怎么回事 坚决不承认 声称自己没干过 这李太后不干了 你说没干过就没干过 拿起居录来 起居录拿过来 那是记载皇帝每一天说过什么话 吃过什么饭 干过什么事的日记本 拿过来一看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万历皇帝在哪哪哪儿 宠幸了王宫女 时间不长 人争物争取在 这万历皇帝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面对着李太后 万历皇帝只是说了一句 我就看他是个宫女 意思就是宫女身份低吗 可是没想到这话一说出来 李太后是勃然大怒 哼 别忘了 你亲妈也是宫女 你就是宫女生的 是啊 李太后 李太后原来也是宫女的身份 在封建社会里 皇帝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看中哪个就能推倒哪个 关键还是在于君主专制的体制 皇帝的特权太大了 没有一条律法能够束缚他 所以这也就是历史上出现了不少 荒淫皇帝的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